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现在是加州时间9月18号的晚上 首先我跟各位念一段经文 铁萨罗尼加前书五章三节 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 灾祸忽然临到他们 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 他们绝不能逃脱 如果你们去查和喝本的话 那个上面是我有讲到说 这是主的日子来到 好像夜间的贼一样 所以这讲的就是主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Lord 和喝本里面所讲的平安稳妥 这四个中文字 在King James版本里面的英文是这么说的 就是Peace and Safety Peace and Safety 就在两天前我赫兰的发现 联合国他把2017年的9月21号定为平安日 而且他的主题就是Peace and Safety 大家来欣赏一下这一个海报 首先大家看到上面写 International Day of Peace 国际和平日 9月21号2017年 然后所定的Theme 主题就是Together for Peace 这个字特别大字 有没有 Peace Peace 再来Respect 再来是Safety and Dignity for all 所以你就看到 Peace and Safety 9月21号2017年 联合国的国际和平日的主题 而在末世烽火台的86集里面 我们已经跟各位说明了 今年的9月21号才是真正的吹角角 因为那个时候新月才会刚刚好出现在 处女座的子宫上面 而且呢 那个也就是在预表 好像一个怀孕的妇人呢 到了她要生产的时候呢 她要开始要临盆 要把小孩子生出来 刚好在子宫的位置 所以这也符合了刚刚所读的 这个铁萨罗尼加前书五章三节 所说的 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 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 Peace and Safety 联合国正说这个的时候 灾难忽然临到他们 如从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 刚好这个9月21号的天象 又是这个样子 又刚好是吹角 那么吹角节在传统的 犹太人的认知里面 有好几层的意义 Yam Teruah 吹号唤醒的日子 这个是基督徒复活被提的日子 这个在我们上一集已经有提过 隐藏的日子 Yam Hakase 这个也在我们前一两集的 风火台节目里面 也有跟各位介绍过 那个日子就是所谓的 那日子那时辰 没有人知道的日子 Habmanek 这个是弥赛亚登基的日子 或者是国王登基的日子 同时 他也是开天门的日子 叫Yam Hadin 这个就是暗卷 书卷展开的日子 犹太人相信 就是在吹角节 提斯里月 一日那一天 天门是开的 因为要开始行审判 所有案卷展开了 那个十天的时间 一直到提斯里月十号 赎罪日为止 这十天 传统上就是叫做 The Days of All 大而可畏的日子 这十天之内 很多的犹太人 他们要来禁食祷告 要来针对过去一年的罪 在耶和华神面前呢 全心全意的悔改 再一次的在神的面前呢 把全心都归向神 好让在第十号 赎罪日的时候 神的审判 因着人的悔改 就得到了赦免的这样子的恩典 以至于在赎罪日的时候呢 这个罪就不再被纪念 而且会有恩典临到 同样的 我也鼓励各位弟兄姐妹 在吹脚节开始 到赎罪日这十天的时间 尽量不要参加太多的活动 而是我们能够专心来读经 专心来祷告 而且在神的面前来悔改 我相信这十天 就是神所定的Kairos Moment 或者是神所命定的 要完成听我们这个悔改的呼求的时间 而且这个时候 我们所做的这样子的 专心来禁食来悔改的时候呢 是蒙福的 我们的心会特别特别的柔软 十天以后到赎罪日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会觉得非常非常轻松 因为那整个赦罪的平安 好像洗过了一场非常舒服的温泉澡 一样灵魂体都非常的舒服 另外吹脚节还有一个 让人听了会心里面蹦蹦跳的名称 叫做雅各家遭难的日子 The Time of Jacob's Trouble 那么这个又是怎么来的呢 这是从耶利米苏30章的6到7节 你们且访问看看 男人有产难吗 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掐腰 像惨难的妇人 脸面都变轻了呢 哀哉 那日为大 无日可比 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 但他必被救出来 这是在形容以色列 未来所将面临的急促的 而且是忽然来到 而且是一波 甚至更强于一波的 这样子的攻击 让他们觉得是 哇哀哉哀哉 从来没有一个日子 像这样子的艰难 这样子的困苦 这样子的难以胜过去的那一天 但是神应许说 但他必被救出来 那日为大 无日可比 这是在讲什么时候 约尔书二章一节 你们要在西安吹角 在我圣山发出大声 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 已经临近 那日是黑暗 幽明 密云 乌黑的日子 好像晨光 铺满山顶 有一对民 又大又强 从来没有这样的 以后直到万代 也必没有 所以这里讲到 那日为大 无日可比 也同时是 约尔书里面 所提到的 是耶和华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Lord 全部是大写 L-O-R-D 那就是代表 耶和华 耶和华 耶和华的日子 The Day of Yahovah 这日子是 从来没有这样子 以后直到万代 也没有这样子 所以才会 印证耶利米书 第三十章里面讲的 那日为大 无日可比 耶和华二章里面 这里讲到的 耶和华的日子 你们要在西安吹角 吹角就是 吹那个Shopha 吹角节 在我的圣山发出大声 大声叫做Taru'ah 发出大声 那就是吹角节 Yom Taru'ah 虽然那个时候 以色列所面临的情况 是又大又急破 可是耶利米书 三十章第八节 紧接着就讲 万君之耶和华说 到那日 我必从你景象上 折断仇敌的恶 扭开他的绳索 外邦人 不得再使你 做他们的奴仆 所以这虽然是 雅各 遭难的日子 但是 到最后是 耶和华神会出手 把以色列的仇敌 全部打败来 这个 The Day of the Lord 也就是 刚刚所提到 耶和华的日子 那同时呢 也就是 启示录第一章 第十节的 约翰讲说 当主日 我被圣灵感动 他讲那个主日 不是我们 现在所讲的 星期天 主日 不是说 星期天 他被圣灵感动 不是这个意思 他写的是 The Day of the Lord 那就是等同 他在指旧约里面的 The Day of Yehovah 耶和华的日子 刚刚我们讲过 吹角节其中的 一个含义就是 Yom Hadin 开天门的日子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使徒约翰 在那个时候 被圣灵感动 被提到末日的 The Day of Yehovah 耶和华的日子 主的日子 的时空当中 所以呢 紧接着到 启示录的第四章 他就说 之后我观看 简天上 有门开了 就是开天门的日子 然后他接着听到 好像吹号的声音 就是号角的声音 好像号角的声音 跟他说话 对他说 你上到这里来 我要将以后 必成的事指示你 所以经过以上的比对 我们知道说 这个吹角节 Yom Teru 的确是在 神所定的 这个末日时空当中 是扮演 非常关键的 时机的角色 当然这里面 所提到的很多的 他的名称 并不是在同一天 一次性的 集体的 全部应验实现 因为大家知道说 犹太人呢 他们对于这个 预言的了解呢 是Pattern 是一个模式 那这个模式 可以一再的翻版 但是呢 这个模式里面呢 他会有一层一层 更深的应验 跟完全更丰满的应验 直到到最后 丰满的应验为止 所以这也就是 为什么我要鼓励 弟兄姐妹们 来研读这个 秋季节起 跟春季节起 耶和华的节起 因为他各自 有他的含义 那尤其是在 秋季节起里面 一开始的这个 吹脚节 Yam Teruah 就是耶稣要第二次 再来启示录里面的场景 完全是跟秋季节起 这三个节起 有非常深刻的关系 所以如果在这样子的 了解 那个背景之下 再一次来看 启示录里面的场景 相信大家就会有 更深一层的了解 跟看见 还有会有比较完整的视野 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 随着吹脚节快要来临 所有征兆 也快速在汇聚当中 北韩宣布 他们清淡 试爆成功 飞弹两度穿过 日本的领空 川普宣布 不惜动用军事 作为解决的手段 而中国则表明态度 如果北韩先攻击美国 中国会保持中立 如果美国先攻击北韩 中国会介入 偏偏联合国 这个时候又来插这一脚 一年有365天 哪一天不选 偏偏又刚好选 9月21号 这一天宣布为 平安稳妥之日 而平安稳妥 Peace and Safety 这个字 又刚好是 铁撒罗尼加 前书五章的 因为你们自己 明明晓得 主的日子来到 就是The Day of Yehovah 刚刚讲的 好像夜间的贼一样 人正说 平安稳妥 Peace and Safety的时候 灾祸忽然临到他们 如从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 9月21号 耶路撒冷的下午6点左右的时间 大概就是美国的加州 也是9月21号 星期四早上8点 而台湾是晚上11点左右那个时间 那时的天象又好像 惨难的妇人 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 根据The Jerusalem Post 耶路撒冷邮报的报道 在9月4号开始 以色列就在他们北部的边境 跟叙利亚交境 跟利巴嫩交境的那个地方 展开了20年来 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为期大概两个礼拜左右 最近有人来问我说 Hey Paul 圣经里面真的有讲到 核子战争吗 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们 也对这个问题 非常的好奇 到底答案是什么 当然圣经里面 不会直接讲核子战争 这四个字啦 我可以明确跟大家讲说 的确是有的 根据Michael Rude 在去年的10月份 约会与主耶稣来临的 奥秘莫世先锋特会里面 有一段关于 《沙加利亚书》第五章 《沙加利亚所见飞行书卷》的 意象的讲解 实在是非常的 令人大开眼界 而且是非常有启示 而且是把整个沙加利亚 第五章那个 飞行书卷的意象 解释的非常清晰跟透彻 我跟大家简短的分享一下 《沙加利亚》在那个时候 他看到的是 圆柱形的飞行物 那么它的长度呢 大概34英尺 它的圆周大概17英尺 直径大概是5.5英尺 这个圆周形的飞行物 它会consume 就是好像火一样吞灭了 房屋的木头跟石头都烧尽 是什么样的武器 有这样子的威力呢 而且烧尽的残留物 会留在那个地方 很久的时间 这个就很像是辐射落成 会残留在那个地方 非常久的时间 而这个飞行的容器 是飞行在以色列全境 那形状就好像是这个样子 第七节到第八节 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 被照Michael Rood的讲解 看他所领受的启示 谜底被翻开了 莎加利亚看到 有一片圆的铅盖被举起来 那这个圆的铅盖呢 是盖在这一个飞行的容器的中间的 坐在容器当中的是 邪恶的女人 错了 不是这样翻译的 正确翻译是 这坐在凉器当中的 就在这圆铅盖里面的 那一个里面的是 火是ash 而不是女人 或是妇人 ish啊 所以他是ash 而不是ish 然后天使就说 这是罪恶 所以原来 莎加利亚所看到的 圆柱形的飞行物 那个就是导弹 飞弹 那携带核子弹头的导弹里面 就会有一个叫做布坑 这个地方 布最重要的同位数是布239 它常常被使用制造核子武器 布239和布241 都易于裂变 就是他们的原子核 可以在慢速热中子的撞击之下 产生核分裂 释出能量 伽马射线 以及中子辐射 从而形成连锁的反应 应用在核武器 跟核的反应炉上面 所以这个布坑啊 Plutonium PET 指的就是核子武器 在引爆以前 必须维持在次灵界点 而且呢 在那个地方 是要用圆的牵盖 把它给封住的 这样子传统上误以为 是一个邪恶的女人 坐在一个篮子里面 然后那个篮子上面 用圆签盖 把它盖住 有长翅膀的官鸟 把它带走 终于这个 妇人的清白呢 就得以洗刷了 原来我们就还她一个清白 第九节 撒加利亚又看到 有两个妇人 错了 是两个火焰 喷出来 正确的翻译应该是 我观看两个火焰 从一个飞行的容器 喷出来 那飞行的容器 好像官鸟的翅膀 飞行甚快 那两个火焰 将一个凉器 就是这个飞行的书卷 卷轴状的 抬起来悬在天跟地当中 大家看这张图就明白了 看图说故事 很清楚 原来撒加利亚 所看到的 好像官鸟的翅膀的 那个飞行物 就是轰炸机 天使告诉撒加利亚 在末后的日子里面 这一些的 能够携带 盒子弹头的飞弹 会被带到 士拿地去 放在那里 而士拿地就指的是 巴比伦帝国 他们的领土就包括了 叙利亚 伊拉克 就是以前的亚述 伊朗 就是以前的波斯 这张照片 就是苏尔的TU95轰炸机 能够携带核弹头 或者是传统的高爆弹头 就现在就部署在叙利亚 就在以色列的边境 节目一开始 我们讲到 约尔书第二章的第一节 跟第二节 耶和华的日子 The Day of Li-Hovah 那里提到了一个 非常奇怪的一个景象 那日是黑暗 幽明 密云 乌黑 又好像晨光 铺满山顶 以前我读这一段的时候 我觉得不太清楚 因为黑暗 幽明 乌黑的日子 怎么会 又好像晨光铺满了山顶 这两个是互相冲突 互相矛盾的现象 怎么会在同一个图画里面呢 直到我看到这一张照片 我终于明白了 原来沙加利亚 他所看到的 就是核子弹爆炸以后 他那个景象 就像现在各位所看到的这张图片一样 现在的局势非常的诡诀 如果北韩发动战争的话 那我相信在中东也必同时会发生战争 原因是伊朗 叙利亚 他们有可能这个时候就对以色列就动手了 因为众所周知 以现在美国的军备军力 是没有办法同时应付东南亚 跟中东两场战线同时开打 更何况美国现在还要防范北韩的飞弹 能够直接攻击到美国的本土了 所以现在连日本跟韩国 他们都对于美国是不是能够 完全来保护他们的安全 他们本身现在已经都有开始有怀疑了 所以他们要开始来加强他们的军备 甚至9月17号的中国时报 有这样的标题 弱爆韩战 陆不排除对台动武 其中他引述了北京联合大学 台研院两岸关系所所长 朱松岭受访时表示 台湾问题与北韩问题是联动的 第二次韩战若爆发 一并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的确存在 讲到这里我要跟各位说明清楚 我们末世先锋的立场 不是在讲9月21号吹角节 一定会发生战争 甚至是核子战争 这个不是我们所说的 但是的的确确清清楚楚摆照 面前的是 The convergence of signs 征兆的汇聚 就如同但伊里书里面所提到 他看到天的四风陡起 就是刹那之间呢 从四面八方风云涌现 随着吹角节的临近 我们各式各样的征兆 同时也汇聚起来 现在这样特殊的时空现象 的确让长久关注圣经的预言 并且世界上实施推演的这些学者们 都眼睛睁着大大的 全神关注时局的发展 至于圣经里面的预言会不会发生呢 铁定会发生的 因为神的话语绝不落空的 只是说这些事件确定百分之百 会在哪一天几月几号发生呢 这个我相信是没有任何人 能够事先说得准的 但是这些征兆跟这些征兆的汇聚 的确是能够让我们保持警醒 而且在灵里的耳朵 就听到主来的脚步声 的确是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近了 就好像你如果现在 是处在诺亚的日子的时候 虽然不晓得洪水到底哪一天会来 但是你持续关注诺亚建造方舟 那诺亚的方舟也就是那个世代的征兆 很重要的征兆 当你看到诺亚快要把方舟都建造好了 最后看到各式各样的动物 一公一母的这样子排队进入方舟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说 的确是很快很近了 虽然说不准洪水几天以后要来 但是你知道很快就要来 有位听众在听了我们过去末世烽火台 那两集节目以后留言说 那然后呢我们该怎么做呢 约书二章十二节说到耶和华说 虽然如此你们应当尽时哭泣 悲哀一心归向我 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 转向耶和华你们的神 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 并且后悔不降所捉的灾 这里讲到审判会因着我们真心的悔改 一心归向神而延迟了这个审判 那么如果真正审判的时机事件 预言事件真正要发生的时间 已经到了的话 约书二章三十二节讲 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民的 就必得救 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 在西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 在剩下的人中 必有耶和华所遭的 所以在这乱世跟这个末世当中 唯一的一条平安的路就是 如同耶稣所说的 在世上有苦难 在我里面有平安 相信我们如果把握这悔改的结起 在神面前来悔改 认罪 转离我们所不讨神喜悦的事物 圣灵必将会帮助我们 再一次的尽心尽意 尽力尽性爱足我们的神 那个时候必有出人意外的平安 把我们给护卫起来 在本集节目快要结束之前 我要特别跟各位报告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根据我们末世风火台66集的报道 今年3月29号2017年 每50年才一次的洗年的开始 这是我们许多人可能一生之中 只会碰到的一次 而且根据耶和华神的规定 而宣告耶和华月纳人的这个洗年 是什么时候来宣告呢 就是在今年的9月30号赎罪日 那一天的日落时分 也就是赎罪日那一天 来宣告洗年的开始 我相信那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最佳时机 那时候耶和华神必在耶稣基督里 将各位前所未有经历过的 丰盛的祝福 在那个时候丰丰富富的展开出来 让我们怀着热切盼望的心 满心的期待到那个时候 一起来领受 哈利路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